- 广受国内外常跑好手重视的台北马拉松活动 2017年12月17日在台北市展开 凌晨4点不到台北街头寒风刺骨 中华电信企业志工们不畏严寒 聚集在台北市仁爱路与新生南路口 准备好担任第一个补给站的重要任务 一样都是在投入这个运动的活动 我自己是觉得很热血 觉得可以一起参加这种活动非常开心 然后觉得以后还有机会可以再参加 加油 加油 谢谢 寒风袭来志工伙伴三两成群 开始布置补给站 拉起永远走在最前面的企业信条 为选手加油 永远要为客户走在最前面 所以这样马拉松竞赛 事实上是带领的所有的客户 所有的同仁一起向前走 我们觉得非常的荣幸 那也是说我们希望每次 我们都能够参与这种活动 把这个马拉松运动变成一种我们全民的运动 全马和半马选手超过两万多人 考验着中华电信企业职工 在首占补给的能量 由马拉松参赛经验的同仁 以同理心带领着第一次参与服务的同事 提供选手适时的服务 在这种活动上可以很低线的接触 那其实我也很感谢以前人家做我的服务 我自己也愿意 我也不是我而已 我们有一个慢跑社 那我们也接受人家的服务 我们也希望贡献一己的力量 这样子 在中华民国路跑协会的指导下 中华电信企业志工摆起了长桌 倒入一杯杯矿泉水 准备提供跑者充足的水分 大家齐心协力合作无间 天气越冷 他们成绩会越好 所以说我们志工也是要比他们更早 再摆到一些水 所以当然相对也是很辛苦的 2017台北马拉松活动 邀请中华电信担任重要的第一站补给工作 企业社会责任科负责招募 立刻接获各营运处超过500人报名 最后选定50名企业志工投入 当中更有来自台东营运处的伙伴 自费搭车来到台北 和大家站在最前线 也有已经80岁的退休同事 一起来展现中华电信同仁的服务热情 只要一看到有需要帮忙的 我们就冲过去说 你这个要不要帮忙放杯子 帮忙倒水 你这箱子要怎样摆 就会互相提醒 就是大家真的是要有 就是我们真的是有心 一起来完成这件事情 虽然很冷 天气冷 但是还是很温暖 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华电信 赞 中华电信 永远走在最前面 赞 永远走在最前面 是中华电信公司 献给选手最贴切的祝福 志工伙伴合影后各就各位 在补给站两侧迎接跑者的到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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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先群高手经过 为赛事带来紧张刺激的气氛 尾随在后的跑者陆续通过 由于是第一个补给站 选手仍然保持相当快速的前进 供水的服务更显得迫切需要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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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企业志工在各自服务的补给站前 立即因应大批选手取水 每个服务台都有此起彼落的加油声 为行径过战的跑者加油打气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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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万多名选手一波波通过后 留下满地的纸杯 中华电信企业志工迅速恢复道路整洁 为2018启动的企业志工元年做足准备 展现中华电信同仁 服务大众回馈社会的热忱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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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逍遥 加油 加油 progress 共荣